尊敬的诸位大德 诸位菩萨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佛术《于兰彭经》五重悬艺 刚才讲到第一世明 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明题的解释 刚才讲了佛说两个字 现在来讲于兰彭 于兰乃是梵语 正云乌兰婆娜 此番旧岛玄 那么这里是《欧义大师》的诸解 这个《于兰》其实是梵文 古印度的语言 它的这个原文应该念成乌兰婆娜 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旧岛玄 什么叫岛玄呢 底下讲 为三徒聚苦 无可欲成 介于岛玄 所以岛玄是个比喻 这个比喻什么呢 三徒聚苦 三徒是地狱恶鬼畜生 非常苦痛 都不知道用什么来 去比喻成说这种苦痛了 就用岛玄来做比喻 像一个人呢 被吊起来 四脚朝天 或者是绑着两只脚 倒着这么挂起来 那是很痛苦的 那实在讲 比喻只是讲到 大概 真正三徒苦暴 那比岛玄要痛苦的多 底下说 此法一心 岛玄思解 明知为旧 所以于兰是旧岛玄 这个旧的意思 就是超度 超度 三徒苦难的众生 用什么方法呢 就用本经这种方法 此法一心 一用这种方法 就能够解开 三徒之苦 超度 这些苦难众生 出离三徒 甚至出离六道 那么底下又说 盆子 是华言 乃处事之静气 一切碗坡通明为盆 这个盆子是中文了 就讲到储存食物的这种容器 这种碗 碟都属于盆 一切碗坡都叫盆 但是这里是要用静气 静首先是我们心要静 以静心供养 清静的心 恭敬的心去供养 用这种容器 盛着食物来供养 供养三宝 供养众生 那么这是法会的这种样式 实在讲 供养是个形式 从形式中 启发我们 那种 恭敬三宝 归一三宝 念念不离三宝的 这种心 这个心就有功德了 这个心就是觉心 觉悟的心 就是复心 所以能够有这种心 便能超度自己的父母 泪结的 那要讲的是 念念不离三宝 那么我们就想到了 佛书阿弥陀经里面讲到 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听到 他们听到 威风吹动 珠宝 杭树 吉保罗网 出微妙的法音 听到这种音 都能够 常念 佛法僧三宝 所以在极乐世界的 菩萨 是念念 不离三宝 所以 他们才能够 超度自己 无量劫来的 父母 亲人 真正 这个意思 是让我们 念佛 念法 念神 那么 念阿弥陀佛呢 就是念佛 念法 念神 因为佛法 神 是三而一 一而三 念佛 就有念法 就有念神 这才能够 悟出 原来念佛法门 是至孝的法门 真能念佛 念到三昧了 也就是念念不间断的 这时候 必定超度 往事奉 底下又说 父分断变异 皆明苦暴 何但恶鬼 方称倒旋 凡夫 是六道里面的凡夫 有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 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 就轮回 投胎 有死 有生 有生 有死 分断生死 这种苦 是一种 剧痛 那么 出离了六道了 不再有分断生死了 我们讲 了生死 可是呢 这些脱离六道的阿罗汉 小成圣人 他们依然有 变异生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起心动念 还放不下 虽然断了执着 断了执着 就断了六道 分断生死 没有 但是还有分别 还有妄想 这个新的念头 生了又灭 灭了又生 便宜生死 没了 这都叫做苦暴 非但恶鬼 哪里只是恶鬼 才叫苦暴 六道的众生 都叫苦暴 乃至呢 四圣法界里头的圣者 所谓声闻圆觉 菩萨佛 这个声闻圆觉 他们没有分断生死 但是有变异生死 他们有分别 有这个妄想 那菩萨有没有呢 菩萨还是有 虽然断了分别了 但是有妄想 起心动念 没放下 就离不开 便宜生死 一直要把妄想都断尽 破一品无名 震一分法身 入一针法界了 这才叫做 离开苦暴了 分断便宜 二种生死都脱离了 因此 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来看 真的 哪是指超度恶鬼呀 哪里是说恶鬼的苦 才叫道玄呢 使法界里头的众生 甚至是使法界里的佛 他还是有妄想 还没断尽 所以都称为道玄 那么这里讲 凡夫四道 二乘四道 皆道一年 凡夫 有迷惑颠倒 有四种迷惑颠倒 第一种 长颠倒 第二种 乐颠倒 第三种 我颠倒 第四种是静颠倒 所谓长乐我静 这种真相都迷失 这叫颠倒 长乐我静 是自信中本具的四静德 凡夫迷失 它是怎么样呢 本来是真相 结果呢 它看到世间的无常 以为就是常 比如说人 本来是无常 又生老病死 可是偏偏以为自己呢 是不会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 还有种种的妄想 祈求 对带不去的东西 还有执着 甚至对身体的执着 没方向 这就是属于 无常计常 本来是无常的这些万物 他以为是能够永恒保住 所以采取这种执着心 控制的心 占有的心 这是颠倒 那么本来是没有乐 这世间呢 只有苦没有乐 这五左恶事 所以娑婆世界叫左苦 这个极苦的世界 可是凡夫呢 竟然在这里面呢 还执着乐 把五欲之乐啊 以为自己是得乐了 财色明实 遂从五欲啊 现前的乐 这种乐 哪里是真乐呢 真的乐啊 是永恒不变的 而五欲之乐啊 只是外部的一种刺激 刺激过后啊 比原来更苦啊 那么我颠倒 这是什么呢 于无我之中啊 执着有个我 比如说肉体 他以为是我 以为是自己 殊不知啊 肉体 只是呢 四大甲合的东西 这四大是指地水火风 地是指啊 骨肉 物质的东西 水是指 人的血液体液 就流动的东西 火是指人的温度 风是指人的呼吸 你看 就是这些元素啊 合成的这么一个体 哪里是真我呢 你说是我 那我请问 这哪一块 才代表真我 你说这个心脏 是我 现在能够做心脏移植手术 把某人的心脏 张三李四的心脏 移植到我身上了 那我成了张三李四呢 还是中茂森呢 这个我到底是谁呢 本来是无我吧 只是这些条件的 假合体而已 可是凡夫偏偏执着有个我 所以才有自私之力 才会造损人利己的这些恶业 而得到苦报 那么 这个世间呢 一切都不尽 深不尽啊 万物都不尽 可是我们偏偏呢 把这些不尽之物啊 以为它是捷径的 所以对这种不尽的东西啊 非常的爱 对身体 对于万物 爱得不得了 这是什么呢 静点讨啊 这是凡夫有的错误的之间 那么超越了 放下了这种之间 这是二成人 就是二成人 所谓声闻原觉 他们就有正确的之间 他们知道 这个 受是苦 没有乐 知道 法无我 一切现象无我的 知道身不尽 知道身不尽 自己之身和万事万物的身 都是不尽 行无常 一切的 这个 活动啊 都是无常 没有啊 所一成不变的现象 那这四种之间 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佛跟我们讲 还是错误 这还是颠倒 这是二成的四道 他看到了不尽 他观身不尽 可是呢 没见到法身 不知法身 是本自情境 他看到了 受是苦 一些感受都是苦的 但是他没有真正得到 寂灭之乐 这种寂灭 是完全放下了 妄想分别执着的 那种乐 他得不到 他看到 万法无我 可是不知道 有一个自在的大我 这个我是自信的 他们没有明信见信 他看到诸行无常 可是没见到 佛性是真常 所以没见信啊 他自见还是颠倒 这些都属于 导旋的因 有这个因 必有这个果 果是苦报 那底下讲 欲界无禅定之时 三有法无路之将 偏真缺俗地法财 权位是中道实位 皆导国也 刚才讲的是 导的因 现在是讲 导的果 首先是讲 凡夫 凡夫有四导之因 那么就有导果 就是苦报 在欲界里面的众生 佛讲三界里面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是什么呢 有五欲之 追求的 欲望没放下 他得不到禅定 所以人有欲望 禅定是很难得到 要得到禅定 必须放下欲望 对财 色 名 食 岁 这五欲 真的能看破方向 这才能得到禅定的喜悦 叫残月为食 所以放下欲望的人 就是他的定功把欲望扶住了 他能上升到色界和无色界 他们不用吃东西的 因为没有食欲了 不用吃东西 用什么来养活身体呢 禅月 禅定当中的喜悦 世间人都讲了 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 有精神爽啊 他可以几天几夜不吃饭 都没问题 这是禅月 更是如此 那么禅定天人 真的 多少节啊 不用吃东西的 那么欲接得不到 所以像目见连尊者的母亲 在恶鬼道里面 得不到食物 其实整个欲接 包括六道的众生 欲接里面有六道 都得不到 禅定之始 都是苦报 三有 只指三界 这是欲接 色界 无色界 都包括在内 没有无漏之将 其实是 哪里只受鬼道的众生 不能够啊 有饮食 江水 这个三界六道的众生 他们没有脱离烦恼 这个漏啊 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无漏就是 没有烦恼 什么烦恼呢 见思烦恼 见是知见 见解 这是错误 思思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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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解和思想 两种错误 这见识烦恼 六道众生啊 三界里头的众生 都具足了 那他没有享受到 无漏之乐 这阿罗汉的漏竞通 这是无漏之乐 他享受到 那么偏真 这是指啊 证得小成圣果的 证得阿罗汉 是偏真涅槃 那佛 谈偏赤晓 对待这些小成阿罗汉 还是批评 还是呢 训斥 这些小成人 驻守在偏真涅槃里 不能够 发大心 度化众生 这是什么 缺俗地发财 这个俗地是相对于 这个真谛而言 大成菩萨 才能做到 真属 圆融 心 住在涅槃 他没有烦恼 而 不遗余力的 去度化众生 这是 不脱离 俗地 所以他能够 圆融 那么偏真的 涅槃的这种小成圣人 他们就缺乏这种法财 把法比喻成财 这个财是让人满足 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 就近涅槃的法位 得不到满足 那权位是中到实位呢 权教的菩萨 那么他们是会多定少 这个智慧有余 定力不足 所以有烦恼 而且没有见性 没有真正误入 中到第一地 所以他们也 没有真正尝到 那个就近涅槃的法位 这些都属于 倒垢 这个苦暴 所以你想想 这一本经 学到究竟处 把苦与乐 那必定是 把实法界的苦因 都拔除掉 苦果都拔除掉 正的究竟就近涅槃 这才能够算 真正的超度 脱离 脱离苦海 那么底下 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 从观心这个角度 来解释 明体 此观心 是明者 静界为弃 无座四地 不思议 光慧为时 供养自信 一体三宝 远解 八岛之玄 顿履一时之地 无名父 贪爱母 当下继承 名托 制度母 方便父 任运入 无公用 顾名 于兰 盆也 这种 实在 心性 远解 这个明体 叫 关心 世民 怎么个解释呢 这个 鱼兰盆 是一种 呈饮食的 器皿 这是表法的意思 表什么呢 这个气 是静界为弃 清净的 戒律 你能够吃好 你就得清净戒体 这是法器 那么什么是食物呢 这也是表法 无座四地 不思议光慧 这是实 这叫法实 什么叫无座四地 这个 在佛所讲的经中 天台分为 藏通别远 四教 那么藏教属于小城 他讲四地 叫生灭四地 因为呢 这个四地是讲 苦及灭道 那么 小城人 就藏教 所度化的 对象 他们看到 这因缘 的生灭 都是有生 有灭 所以 这四地 也是 生灭 四地 比如说 苦及灭道 这是讲两种因果 苦及 是世间因果 苦是果 因是在哪呢 在急 急就是烦恼 迷惑造业 叫急 得到的苦报 这苦急 世间因果 灭道啊 是初世间因果 灭是果报 灭是什么呢 烦恼灭尽 灭盘 之中 境界 叫灭 道呢 是修道 修 出离 烦恼之道 就能得 灭烦恼的苦 那么藏教人 他们 这个 对于苦 和急 灭和道 都把它看 看死了 看成了 有生有灭的 不知道啊 这是虚幻 他就把它着实了 那么他们真死 真为啊 生死 求出离 也生死苦 心求 涅槃之乐 可是他们 只知道啊 因缘 生灭 而不知道 因缘 这种生灭啊 其实是虚幻的现象 这叫 这个 生灭四地 那么 通教里面 讲的四地呢 这里讲的四地啊 是无生 四地 通教 所谓通 就是前面通 藏教 后面通 别教和原教 那么通教的人 他们能够啊 观一切万法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如梦幻泡影 所以苦 也并不是真实 急 这烦恼啊 也不是真实 因缘 俱散 根本没有 当体即空 那么灭道呢 这个灭 也不是啊 这个 真正说啊 原来有生的 现在有灭 它就是一种 无生之相 就叫灭了 道呢 所修的法 是不二之相 也就是说烦恼和菩提婆 所以他们所修的叫无生四地 所度化的对象 是菩萨 那么别教 讲无量四地 这个别 是啊 它是特别的 前面呢 有别于藏教 同教 后面有别于原教 所以叫别教 讲的是无量四地 那么是专对菩萨的教法 菩萨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量 这个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他们呢 度无量众生 断无量烦恼 修无量法门 一切相都是无量 所以苦疾灭道 种种都是无量 所以这是无量四地 那么最后讲的 原教是讲无作四地 就这里讲的 什么叫原教呢 理事无碍 法法圆融 这是原教 圆融的 这是专对大乘菩萨所说的 大乘菩萨能原观诸法 事事极理 无有造作 那叫无作 比如说苦疾灭道 苦是什么呢 这个苦的 这种能受苦之身 本身呢 皆是法身 所以无苦可舍 这个疾 这是烦恼 你要知道 烦恼成劳 本自清净 他无非法神 无非自信 不离自信 所以呢 也没有说真正烦恼可断 所修的道 这是边斜 皆宗正 所谓迎怒吃皆是皆定会 烦恼皆是菩提 所以也没有什么道可修了 这个灭呢 生死即是涅槃 生死于涅槃不二 也没有什么灭可证 苦即灭道 成为无作四弟 这是钻对最上层的 立根的菩萨所讲的 像华严经 法华经 这一城原教 所收录的这些对象 教导的这些对象 那就是原教菩萨 那么这里佛 偶一大师 把这个经课提得 很高很高 提到原教上来讲 这个不思议观会 这就是 不可思议的 剥弱智慧 观察宇宙万有 揭示 这个所谓 似无碍的法界 似无碍 理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是真正的法识 那么所供养的三宝 是自信一体 是自信一体三宝 佛法生 自信一体 揭示 自信的信德 佛者 绝也 绝而不明 信德 法者正也 正而不邪 也是信德 生者静也 静而不然 通通不离自信 都是信德 其用 所以称 自信一体三宝 圆解八岛之玄 玄就是痛苦 八岛 刚才讲的 凡夫四岛 二成人四岛 四种苦 圆解了 都解开了 而且是圆满的解开 为什么呢 正的自信了 顿履一时之地 一时 就是一针法界 如一针法界了 成发生如来 所以 无名之父 贪爱之母 这里 用 把无名比作父 把贪爱比作母 是讲他们能生的意思 生什么呢 生 十法界 六道之苦 这些恐暴 都是这么来的 无名是根本 贪爱 这也是 六道之根 结果 明星 见性 当下 无名破尽 贪爱 消除 继承明土 明是觉悟 一觉悟 一回头 见性成佛 这个无名贪爱的烦恼 马上就脱离了 智度父 方便母 这是静明经上讲到的 智度为母 方便为父 这个 智度 是用智慧 杜脱 烦恼 自觉 觉他 觉醒 圆满 方便呢 是教化众生的手段 任运入 无功用 这发生大事 所谓是 无功用道 为什么呢 不起心 不动念 哪来的功 所以他们呢 这种境界 不是凡夫 所能想象 不起心 不动念 却是化身 化身 无量 因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为众生 献什么身 二位说法 自己呢 辱辱不动 没起心 动念过 到这种境地 那才叫做 旧岛悬 这个就称为 鱼蓝盆 所以偶艺大师解释 这个名题 那是 用一成 原教 来诠释 所以 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这部经 就从名题上解释 就已经是成为 原教大乘的经典了 那么底下解释 这个经字 经是通题 就通一切经的 所有的经 都有这个经 这个字 前面叫别题 就只有这部经 才有的题目 特别的 叫别题 那么通题 这个经字呢 梵语叫修多罗 那么中文呢 称为 气经 气就是 上气诸佛之礼 下气众生之机 气礼 气机 这种 才叫经 那么一般来讲呢 有 贯赦 常法 四个意思 那么 贯 就是贯通 这个经的 结构 脉络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完整 多一个字 多余 少一个字 就欠缺了 叫贯的意思 摄 就是啊 它有摄受力 摄受力 很强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啊 如来 信德的流露 摄受一切众生 令人 读之不厌 越读 越有味道 年年境界提升了 这个年年读的意思就不一样 经有无量意 长字的意思 就是永恒的 它是真理 真理是超越时空 过去适用 现在也是用 未来还是适用 古印度的时候适用 在中国也适用 不仅在此方世界适用 他方世界 无量无边 诸佛国土里头都适用 这叫长 法呢 是我们 所得到的 修学的这种法 那么 依照这种法来修学 必定能够 得到 佛在经中 所说的利益 最后 得到涅槃 就近的涅槃 那么 有着贯色 长法 四义 才成为经 不是 每一部书都能成为经的 那么这些意思 在其他的经典 解释当中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 简单 带过去就好了 这里 是讲五重悬疑 是名 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 讲遍体 体 是本经 所依据的 原理 体性 就是佛依 什么 所说的 那么 欧益大师判了 此境 是以自性三宝 为题 那我们来看 欧益大师的解释 经中云 当许 释放众生 威神之力 这是引用经文里头的 这个来给我们 用经文来 诠释 又云 这也是引用经文 出寿实实 先按佛前 生咒愿尽 便自受施 咒愿 即是法 三宝 俱足 这个 经里头 讲到 牧连尊者 要度自己的母亲 必须要依靠 释放 众生 威神的力量 依靠 三宝 这里用 僧宝 来代表 三宝 举一 即涵盖了三 那么 底下这句经文 是讲 受食之食 就是 出家人 接受供养的时候 先安在佛前 把这食品 所供的这些 供具 食物 全部先 供在佛前 出家人 先要 念咒 祝愿 也就是 给他回向 给他祝福 然后才能够受食 才能够 享用 供养 那这里讲到的 佛 就是佛宝 僧 就是僧宝 这个僧所持的咒语 咒愿 就是法宝 你看 佛法僧 三宝 俱足 那么经中又讲到 牧连 尊者自己说 牧连一云 得蒙三宝 功德之力 才能把他的母亲 救拔出来 这里也提到 三宝 而此三宝 即是一切众生自信 偶一大师 给我们点出来 三宝 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众生的自信 为什么呢 底下说明 若众生自信 本不具足三宝 功德者 则凡圣调格 明暗勇齐 凡不诚感 圣不能义 如果说众生自信 里头没有三宝的功德的话 那会出现什么现象 那么凡夫 也就是众生 永远都不能成佛了 为什么呢 他自信里面也化 凡夫为什么能成佛呢 自信里面有三宝 有佛法身 有佛法身 这些本具的功德 他才能够成佛 有这种种子 将来成的结果 没有了种子 任你怎么去修 也不能成佛 所以变成凡圣调格 凡夫永远不能成为圣人 圣人也不可能会 倒过来成为凡夫 这就是调格格开了 永格了 明暗 圣是在明位 觉悟叫明 暗是什么呢 欲吃颠倒 欲吃颠倒的人 永远不能觉悟了 这就变成永齐了 齐就分开 那这是跟佛所说的相违背 佛告诉我们 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等 众生 他有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德能 如来的向好 具足佛宝 具足佛宝 也具足佛法宝 具足生宝 因为佛是指觉悟 法是正知正见 这个生是清净无染 具足的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妄想 反反成圣而已 就是什么呢 将自性中本具三宝功德彰显出来 那么如果说自性不具备三宝的功德 那么凡不成侃 凡夫没有办法侃得佛菩萨的保佑 圣不能应 佛菩萨也不能应 为什么呢 他们永隔 隔开了 中间没有连接 靠什么连接呢 自性是连接 凡夫和佛菩萨 同一个自性 同一个发生的 所以众生有感 佛菩萨马上就有印 这个印 是一体里头的这种印 就好像人的身体 你哪里痛了 那手马上就去那里抚摸它 这是印 痛是感 他有痛苦 这是感 帮助它就是印 为什么呢 一体 这才有印 如果不是一体的 隔开的 那是不能有感 下面说 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迷雾随意 体性常义 这个道理 跟刚才讲到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是什么呢 误了真心的 就叫佛 众生呢 是迷了真心的 就叫众生 佛和众生啊 都是这同一个真心 只是迷雾有差别而已啊 哪里是真有佛和众生的差别呢 没有差别 都是呢 真心所现 所变 那么迷雾随意啊 众生迷了 佛是悟了 可是体性常义 体性是讲真心 它是一不是二 所以才能够互相感应 同体的吧 下面说 所以诸佛心内众生 一事脱离 敢于众生心内诸佛 则众生心内诸佛 无缘无孽 任运应于诸佛心内众生 这是讲到 正因为 佛与众生 同意真心 那诸佛有这个真心 真心之内啊 谢一切众生 众生是迷心所现 这个事里头就有理 理是什么呢 理是心 世上有众生 但是呢 在理上 只有心啊 那么 众生是诸佛真心之内的 所现的众生 那么他们现在呢 要去啊 求佛 加持 保佑 这是敢 敢于众生心内诸佛 众生之敢 在哪里敢呢 还是在真心当中敢 没有离开心心 所敢的 还是众生自己心内的诸佛 所以这里啊 诸佛众生啊 是圆融在一起 啊 佛是众生心内的诸佛 众生是诸佛心内的众生 啊 就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不能 分离 那么底下讲呢 众生心内诸佛 诸佛没有离开众生心性 也是众生真心所现的呀 只是这些所现的诸佛呢 他们是觉的 觉悟 觉悟的样子是无缘无孽 他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那他怎么样子跟众生感应道交呢 任运 任运是自然的 毫无一切造作 有起心动念就有造作 没有起心动念 叫任运自然 应一切众生 怎么应啊 还是诸佛真心之内的众生 我们仔细去品味一下这个味道 所以众生啊 和诸佛 真的是同体啊 同一真心本性 所以 慕连旧母 乃是诸佛救度一切众生 都不离心性啊 全是心内所限之物 所限之事而已 所以下面说 故以自信三宝为经体验 这个经 依据的是自信三宝 经里所说的 超度恶鬼 拔苦与乐 不离自信 而依据三宝 微神功德之力 三宝也是自信三宝 这是本经啊 所依据的体性 那么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呢 就先讲到此地 这个变体呢 还没有讲完 只讲了 旧事而论述的体性 下面用 观心的角度 来讲变体 明天我们继续啊 来学习 今天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